中葵新鳥在台灣民間 越來越普遍 一尾鴨越醋的神秘 中葵到底是豪風神盛 放什麼會想為台北市民俗文化資產 在這座民宿博物館裡面 有很多新奇新秘的民宿 先為一個想法在這片土地的人 這種民宿博物館應該不知道 今天我們帶大家來釋放一下 中葵 牠是經常聽到的名字 但是到底牠是出現在我們身外 就一些地方 中葵新鳥在台灣民間 其實越來越普遍 那為什麼會越來越普遍 因為我們都有一個 區域避兇的一個心理 所以在台灣民間 其實用中葵來驅鬼 是最普遍的除煞儀式 其實民間會把中葵的象 放在家裡 通常撲車 家裡不平安的時候 我們會釣個中葵象 屬於老大狗 甚至會把中葵的象 放在車子上面 晚上行車的時候 這個求得平安 也求得新安 所以這個只要跟撲車有關 我們經常都會請到這個中葵 所以在台灣民間的生活 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紀念中葵跟生活是十十相關 也不然為什麼 競逢他的廟宇那麼久 我們大家對他的了解 也不是說太親 有人說他是巫師 有人說他跟老虎有關 中葵就好比是 上次的食材 像紛朗一樣 到底這個中葵是好方心性的 我們請專門帶學生 來了解北部地區的民宿老師 謝忠榮老師 帶我們去親自了解一下 中葵爺 到底他的歷史背景是怎樣 中葵爺歷史 信仰的歷史很早 最早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 其實中葵最早是一種法器 誒 法器 是啊 中葵不是一個人嗎 怎麼會跟法器有關系 以前兩三千年以前 有一種大的祭典 叫挪 挪記 因為它是那些挪記的主槓 那挪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要驅趕這些軌 要關軌 所以中葵在這個挪記裡面 扮那些主槓 到這就變成 讓我們重奉成為神明 我們下到這個中葵旗 大概有四個版本 那比較正確的一個版本 是這個古早時代的法器 法器的打軌棒 後來演化成人格化的中葵 這是比較可信的一個說法 那第二的版本 是這個訊類 就是我們說的蘑菇 蘑菇醬的蘑菇 因為它的形狀跟這個棒子很相像 所以有人認為說 其實這個中葵的由來 就是由這個菌類所發展而成的 原來第一個說法是 這裡有意思啦 是對棋鼓名 演變成人名 又再富裕神絕 這座博物館裡面 以前只能說到沾妖獨謀 一定都會成為中葵 在中原普通的祭典裡面 中葵也是不可笑的一位神明喔 這是這麼重要的一個神尊 是怎麼傳台灣裡面 主神是拜中葵的廟是這麼少的 中葵也 它太兇了 那個親和力不夠了 所以一般人怕說 沒什麼事 最好是不要再拜託 所以這樣人家在拜這樣 台灣目前現在拜中葵的 也都是比較會是 後來有這個信仰之後 才慢慢來供養這座神明 並不是說 像我剛才說的 中國大陸祭 祭兰鄉都已經有拜這座神明 帶來新春建廟宮峰 那中葵的信仰不是這樣 所以說廟宇是很少 聽說在台北地区的保館賓 有一間晚上20年的中葵廟 不過我們知道中葵 是在張堯祖母的 那這個宮峰中葵的廟宇 信仰到底是要拜什麼呢 大哥你好 來拜拜喔 對啊 剛才是宮峰的主委 是喔 主任委員 你說你是這裡的主委喔 對 因為我們第一次看到 中葵為主神的廟宇 這麼特別 很難看耶 對啊 中葵跟我們阿久比較有緣 帶我們阿久 所以由我們阿久來 阿嬤也建議這間宮 差不多是多久之前呢 應該是在民國八十年之前 喔 對啊 主委 想要幫你請教 因為一般我們去拜拜 像我去拜月都要求嬰兒 拜財神也要求財 通常我們拜中葵 都會來求什麼 求平安 正宅 也有很多人來求公民 求公民 對啊 中葵 求公民 相信大家也都感覺很有疑問 為什麼中葵跟公民有關係呢 這就跟中葵的民間團粹有關係囉 民間版故事性的說法是說 這個唐明皇呢 有一次呢 因為生病了 那晚上睡覺的時候呢 他夢見有那個兩隻小鬼 來偷他的玉笛拼納就對了 還被淘汰那個楊貴妃的那個香囊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就出現了一個 這個面目很醜陋的一個鬼王 出來呢 把那個小鬼的眼睛刮出來 然後又把他撕裂 然後把他吃掉了 然後呢 台灣民間就問他是誰 他就說 陳乃 中南進士 中葵 然後呢 四位皇上呢 除盡天下的妖孽 這是第三個版本 但是我們台灣民間 最多的一個版本呢 是中南進士 中葵 聽說這個中葵呢 雖然很有學問 但是長得非常的醜陋 然後呢 很怕復刻之後呢 他果然高中狀元 但是皇帝呢 因為他說生了這麼壞 有損這個皇家的顏面 生了太過壞了 所以就撤銷他 這個禁士的這個關切 結果他覺得非常的羞愧 所以他就當店 抬頭出散 皇帝後來認為說 不應該以貌取人啦 心裡呢 非常的悔恨 所以呢 他就來 幫他捧著這個抓鬼大神 這是我們台灣民間 比較比較保險的這個公法 原來 中葵啊 在民宿文化當中 除了說是 宅邀都無以外的 還有當中的公平 在中國的技術裡面 中葵出現啊 最主要是用來刀刷基階啦 不過啊 他出場的風險也很多元喔 我們常常看到 就是說啊 在廟會的時候 會有出場的中葵 後面那時候就是 中葵的新種啊 真的耶 我第一次看到 我們這時候中葵的新種 有多久的歷史啊 我還要30年 那30年了喔 有喔 那竟然有中葵的新種 那竟然是困境的時候 新種有才會出嗎 有 這個困境才會出啦 我們本宮 無話所以是聖誕 聖誕的時候 沒有就依容到 我們在聖誕宮靈安尊 那不好 到處了 要跳中葵的時候呢 家家夫婦要緊閉門窗 緊閉門窗 因為經常協模 好早就錄出來 除此之外 門口還放在那裡掃訟 掃訪的就是掃訟不盡的意思 在那睡覺的人要叫他起來 因為怕睡覺之後 靈魂出竅啦 還要抓走 跳中葵的這個儀式 聽說是 非常信仰啦 要經過中葵的董椅 才可以跳 看我們現場 氣氛是很緊張 大寶健身的拔杯 不知道今天 是否有這個眼福啊 這幾個大眼福 眼睛是什麼的 就沒有 好 有了 有了 哇 我們日本真的 是很幸運的 你很期待說 怎麼能看到 我們很厲害的新莊 對 真的是 喔 那要怎麼說 很…很特別的 啦 五福宮的這尊新莊 聽在地人說 已經有十年沒出燈路 十年來 宮里的人 也只能站在旁邊的地方 也只能站在旁邊的地方 和燈旁邊就不能去燈旁邊啦 今天啦 可以看到他們出來 哎呀 真的是 真難在一起的好運啦 大哥 我們現在可以讓我來請新莊 試試看嗎 因為我們中央 以往是要不要讓別人請 不然如果要請 讓我們中央的主委 就要請 不好意思 不…原來我們中央 不是說誰要請都可以 就對了 來 主委請… 來請… 哇 十年耶 十年中央的新莊 不出來了 中央這樣牽起來 以為威風凜凜 貝西是他的伐妻嗎 對 也是伐妻 以前是中央嘛 是 我們知道特色人 都要給他自己貝西 中央的貝西 就聲說他的… 他的那個… 那個紅褲 我們這隻貝西 你來看看 跟別人不一樣 你看 我來看 這鬧褲子不一樣 都要不一樣 貝西裡面三隻貝西 對啊 這鬧褲子不一樣 你看 我們這鬧褲子裡面是三座 三…三位 對 我們一般是兩位 這個它是三…三座 欸 怎麼會這樣 佛是很慈悲嘛 對 對不對 但是我們中央有的 極數的任務 就是要哭聲、阿瑟嘛 多疑數 就代表說他的… 有特別的任務 特別的法力